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上星期有一名香港中年男子 本來就是去港珠澳大橋口岸 乘坐金巴前往澳門賭錢 去到東仁宮島半路中途 就被安檢站的珠海公安抓獲 然後被送中 這件事件今天又有新的進展 根據環球網的報導 他們為這名被送中的男子作出一個專訪 而且附上一條視頻 在那段短片中 該名被送中的男子聲稱 他是自願接受採訪 我將整個專訪和短片內容 歸納了四個重點和大家分享 第一,這名接受採訪的男子 他姓陳,49歲 跟早前廣東省公安局的南粵平安 微博裡頭所提及的 涉嫌走私被通緝 姓中的53歲男子 資料上就有所出入了 到底是否同一個人 或者資料是用化名呢 就不得而知了 因為在整篇訪問和視頻中 完全沒有提及過相關的資料 至於第二件事 在這段視頻中 該名受訪的男子 大讚公安 態度很好 而且他是自願接受採訪 到底信不信 大家自行判斷一下 因為這些橋段 其實都好像似曾相識 我們作為市民 都不是第一次見到的 而根據環球網報道所說 該名陳姓的男子 在詳細了解了採訪要求以後 就說 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只是說出事實 該段採訪 其實是在珠海某一個花園內進行 拍攝期間 該名的男子 都是背向這個鏡頭 而且面部都是打上格仔 到底這是什麼人 就不知道 是否當日有一個姓陳的男子 去沉親說他父親被送中 是否這個人 也不知道 確認不到 第三 就是這名被送中的陳姓男子 他已經是保外就醫 他聲稱向公安當局提交相關資料 證明他是患癌 他多厲害 患癌都去澳門賭錢 他在當晚已經釋放了 而且與家人聯絡上 但是目前你有說他保外就醫 故此懷疑他仍然滯留在珠海 因為他在訪問當中 完全沒有提及過 到底目前你有說他身處的地方 是依然留在珠海還是香港 我相信他還在珠海 因為保外就醫 就不代表他回來了 第四件事就是 環球網的文章當中 就是斥責香港的傳媒 是罔顧事實的 他又說部分香港媒體罔顧事實 故意歪曲抹黑 將內地警方正常執法行為 污衊為將不同意見人士送中 以及無端被公安捉走後失蹤等等 刻意在境外散播內地公安部門 不依法亂作為的恐怖氣氛 接著這段就亢奮了 中國發展成就舉小矚目 與其給那些日日造謠的媒體洗腦 不如自己走進去內地親眼看看吧 真相自然大白 即是叫你們自行送中 哈哈哈哈 雖然扮訓的人很難被叫醒 但事實就是事實 並不會因為某些群體的扮訓而改變 這件事大家自行凝悟一下 信不信由你 因為這些橋段真是似曾相識 背著鏡頭接受採訪聲稱是自願的 不知道有沒有讀稿 好了 我們又說回今天下午香港多區的情況 有些網民自行發動一個和你shop的活動 但那些警察竟然闖進商場裡製造攬炒的效果 首先說一下海港城的情況 在下午2點半左右 約莫30名戴上口罩穿著黑衣的示威者 在海港城裡開始高唱願榮光歸香港 以及喊口號 比如說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以及我要買名牌等等 其間有示威者進入大家樂裡頭 不斷針熱水 有部分在大家樂裡用膳的市民 竟然勤勤地逃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感到驚慌地說 竟然還有人捧著餐盤在商場走廊範圍走來走去 實際上有什麼好害怕呢? 其實可以跟當日在沙田某美森酒樓被裝修的時候 有一名老婆在哭哭哭哭的人 可以互相揮影 完全不知道有什麼驚慌感到 另外 有些示威者開始想走去星巴克抗議的時候 旅行的顧客竟然作出鳥獸傘 又不知道害怕什麼 其實那些都不知道是不是香港人 店員也暫停了手上的工作 而且離開櫃台 在稍後的時間 有一批便衣警員進入海港城商場裡 他們做什麼呢? 竟然亮出新宿警棍 以及私放胡椒噴霧 這些就是正正製造攬炒效果 要那些商譜不下閘也不行 真是愚蠢 示威者在唱什麼 願榮光歸香港 叫口號 無雙大雅 還有人數也不是很多 說真的幾十有 你就自己進去攬炒 接著還沒完 還有一批防暴警察手持長盾 防暴槍又進入海港城裡 當時海港城的保安聲稱是沒有報警 即是警察自把自圍走進去 這些攬炒的效果 不是你自己製造出來 又是誰製造出來 實請幾十人行商場 幾十人行來行去算是什麼 海港城大到這樣 這些攬炒的效果 絕對是警察自己製造出來的 第二個就是在Yohomo 即是營點的商場裡 這個就是在元朗 大家都知道 今天是12月21日 就是721事件的第五個月 這個港鐵往往是心虛的 逢每個月21日 元朗的西鐵站提早去收皮 到底你是為了什麼 就是避免市民去集會 觸景商城 所以每個月21日都提早關門 但你已有張良繼 市民也有過牆梯 你關了西鐵站 他就是去西鐵站旁邊的營點商場 即是聚集 一樣有幾百人去到商場裡 唱願榮光歸香港 喊口號 作一個深聲的分享等等 本來這個集會的氣氛 都是相當平靜的 後來有人搞裝修 有幾十個防暴警察 就去了商場裡 握住AR15的步槍 而且還斥責在場的記者 是助就違約 要求記者離開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商場的範圍 已經成為了刑事破壞罪案的現場 你這樣搞法 你叫商鋪不下閘 不收檔也不行 這些攬炒效果 又是你警察再一次自行製造出來的 只是示威者在唱歌 你就照唱 做生意的人就照做 沒有影響 完全沒有抵觸 但是警察來到也不行 因為這些警察很喜歡 鋼槍指向市民指嚇他們 這件事就會對市民造成很大的心理威脅 因為他們一輩子都沒試過被人找一架槍指著 你最喜歡做這些事情 而且在商場你照做 實情示威者在商場喊口號、唱歌 最多唱得沒那麼好聽 就當他們吵冤吧 影響不到市民消費 但是這些警察去到就不同了 你自行製造一些攬炒的效果出來 那些示威者就說 在聖誕節照搞黃泥購 那這些警察就繼續攬炒 大家都有眼見 另外今天有團體在中環的 愛丁堡廣場大會堂對出的空地 搞了一個銀發族集會 就非常感謝出席集會的一千多名銀發族市民 其實這個時代革命的意思就是 不管你是屬於哪一個世代的人都好 只要你是抱著同一個信念的 你就屬於這個時代 所以就不是世代革命 有些人往往很喜歡在節目當中 罵人廢老或者什麼 這些詞彙一定要避免使用 因為這不是世代革命 這是時代革命 是無分年齡層的 當然我都知道網路上有很多不同的節目 有些節目會將某一個年齡層的人定性 然後幫他們扣帽子 用一些很難聽的詞彙 放在他們身上 實情這些人根本是在搞分化 亦都是非常愚蠢的 你要搞一個運動要成功的話 肯定就是要爭取最多數的人支持 你就不能只爭取某一個年齡層的人支持 這樣你搞什麼都搞不成功 一定就要聯繫最多的人 包括中年人和長者 沒有問題的 為何一定要按照標籤上去 所以我勸大家不用聽的 因為那些節目正正不屬於這個時代 真正需要淘汰的 其實就是搞那些世代分化的人才是真的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